妇人与乞丐 第九集 野餐 今天答应带小铃铛去野餐 他负责食材 我准备野餐工具 咱们分工明确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先去找个合适野餐的地方 把这里清理一下 这些木材刚好可以用来刷烤 今天要去野餐了 激动了我一晚上都没睡 小伙伴们看看我是不是有黑眼圈了 先去准备食材和沐浴各个会合 老板 买点水果和饮料 需要四颗钻石 东西你拿好 再见 野餐不吃肉 欢乐少一半呀 嘿嘿 小宝贝们 我来了 投入狗当姐姐的胃力吧 猪肉 牛肉 羊肉 我感觉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沐浴 我来了 我准备了好多肉 这么多吃的 你不是来养猪的吧 嘿嘿 我可是很能吃的 小名就叫小灵柱 好吧 我已经生好火了 你把食材放在枪子里 我来烤 你去旁边玩吧 好的 那我去玩啦 肉烤好了 快来吃 我来了 我来了 好香啊 好香啊 这也太好吃了 沐浴 你简直就是厨神 哪有那么夸张 好吃你就多吃点 好 你也吃 别吃别烤 好 你也吃 别吃别烤 给 这些东西刚烤好的 我已经吃饱了 剩下的交给你吧 好的 谢谢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吃了这么多你不撑吗 这些都是沙沙水啦 我还能吃得下一头牛 厉害呀 果然是小灵柱 我再也不要和小灵柱 待在一起了 我果然是有血光之灾呀